第十九届李德松经典高尔夫球赛 7月15日在万景市安格斯克兰高尔夫球场举行 活动现场有近200的选手参加角逐 本届慈善活动的全部收益 将用来支持云道夫表演艺术学院的艺术教育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这么多人参与高尔夫球比赛 天气很好 人又慢踊跃参与 今天我们千万能够筹款 跟这个Randolph Academy筹到大概一万五至两万 两万块钱以上 今天现在很多人是忙忙的 很多人就参与这个putting contest 还有这个driving range又很忙 现在都是去午饭的时候 我们一点钟就开球 就打到大概是五点半六点钟 然后晚上我们有这个玩意 还有很多这个球环的活动 今天晚上我们也都有一个表演 像是Randolph Academy他们这个雪山 就是今天晚上表演 然后有很多这个silent auctions 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专了42份这个画 paintings 来做这个silent auction 梁富士做live auction 今天打球还有一个人 有个洞 就是hold in one这个洞 这个hold in one洞 就是这个国大航空公司 捐出了来为这个机票去香港 还有今天晚上抽奖 East holiday 捐出一个来为机票 还有这个一个洞 除了这个国大航空公司 还有一百万这个奖饼 要是一干一动 能够拿到一百万的这个price 所以这个今天这个球队非常勇严参与 我就谢谢各位 特别是趁这个时间 还谢谢很多义工 他们抽出这么好的宝贵的时间 帮助我们这个球环的活动 这次活动我都参与的 我希望能够一干一动 但是赢不赢 都是靠这个lucky的 李德松经典高尔夫球赛的主席 滕达证券高级投资过问李德松表示 19年来 在银行 保险 投资等各行各业人士的大力支持下 每年活动都为慈善机构筹款 希望此次的捐赠也可以帮助那些有艺术潜力 但却因经济困难而无法继续学习的学生们 早日实现他们的表演艺术梦想 李德松经典高尔夫球赛在过去的18年里 为各种慈善机构捐款总额超过了50万美元 并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参与 包括银行金融机构 保险行业 投资理财策划 企业家 政府官员 以及许多在多伦多证交所上市的公司等 这是305记者发誓活动现场的报道